好,那我们今天先来分析一下个股 这个个股我们待会来分析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然后外汇黄金美元指数下周的走势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周的判 判断是否是正确的 首先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目前还是多头为主 我黄金基本上我是看一个这样的一个趣旨 黄金在上周的时候 我一直让大家是叫什么 叫低位买多 大家听懂了吗 如果要是你按照这个策略去走的话 你是赚保了 来看一下我们上周的策略 然后呢这周的策略呢 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盘面回顾 这个不是我们正式的内容 然后呢我觉得目前要先碰一下这个位置 下周应该是要碰一下这个区间 要碰一下这个区间 碰一下这个区间以后呢 上去以后再来看他的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之内 然后再打回来这个区间 然后再看怎么再走 这个是我下周对于黄金的一个判断 这是黄金四小时 我们结张图 以此为证 这样的话下周咱们也可以看到 是否是这样判断的 基本上我上周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聊天记录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因为呢美元指数会直接影响外汇和黄金的走势 在这里我稍微的解释一下 我待会会稍微解释一下 外汇黄金还有美元指数 还有还有比特币 虚理货币等等这些东西 他们之间存在的内部联系 这个待会是在我们课程里面给大家来讲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哎 你掉出来啊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会直接影响到美元的走势 美元的走势会直接影响到世界上其他所有货币的走势 听起来很夸张 但是确实是事实 确实是事实 好了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呢 现在这个之前我在周五的晚上 我就已经给出策略了 我认为这个美元指数很艰难的突破了日线的新高 很艰难的突破 很艰难的突破了日线的新高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纠结了很长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纠结了多长时间 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全部是在纠结在这个位置的 也是这个位置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高点 然后在这个位置直接识破 这个地方就直接叫识破 我们后面还会说到叫虚破 所以虚破呢就是打一下就下来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叫洗盘 我们后面再说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直接识破了 识破以后呢 我个人认为的后面的这个观点是美元指数 要先往回踩一下 来一个这样的一个K线 大家注意 我估计下周会来一个这样的一个K线 不管是涨时跌 它应该是一个下雨线非常长 下雨线非常长 然后碰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立即上去 然后继续走走多头 继续走多头 所以这一个呢 是我们下一周这个美元指数的大提走势 那么美元指数大提的走势是这样的话 我们其他的这个外汇呢 就可以按照这个美元指数反向走势来走 这个我们待会在后面课程给大家讲解 好了 比特币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分析了 因为比特币 比特币我们待会再来说吧 因为比特币涉及到另外一个玩意 叫元宇宙 元宇宙最近非常火 我待会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元宇宙 因为元宇宙也属于一个股票板块 好了 那么这个纳斯达克 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在这里再解释一下 很多人因为可能之前没有经历过 什么叫纳斯达克呢 就像我们的上证指数 你要是知道有上证指数这个玩意 纳斯达克呢 相对于是美国的股票指数 相对于是美国的股票指数 没法看啊 这因为纳斯达克长得太漂亮了 基本上就已经 基本上打一下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这个地方我暂时不做判断 因为它这个地方走了一个这样的形态 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下周应该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因为涨的时间也太长了 涨的时间也太长了 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区间一个震荡呢 后面再看走出什么形状 然后暂时突破或者是下跌 我目前是下周看大概率先看震荡 大概率先看震荡 大概率先看震荡 好 发在群里 这些呢 大家可以收藏一下 看我们下周走的这个预判的对不对 预判的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原油 对 看一下原油 因为很多人喜欢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汽油怎么这么高啊 Gas怎么这么高 我来看一下原油 中国最近汽油涨得非常厉害 是因为这个全世界的原油在涨 这倒不是说中国的 当然中国的原油本来就很高 这个咱们也是实话是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油 原油 W 因为很多人喜欢做原油啊 我不喜欢 我不太喜欢做原油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记得是谁之前喜欢做原油来的 方磊呀 还是阿蒋 原油有一个特性 后面我再跟大家讲 原油目前是在走震荡了 走了一个2B 然后在走震荡 所以整个下周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区间 要这一段时间 整个区间要剩一段时间 它要我们俗称这叫做高位盘整 目前来看的话 看不到下跌的迹象 千万不要想着去做空 原油 好了 很快的把外面先讲完了 因为今天我们主打的是上证指数 今天我们主打的是上证指数 所以我待会再具体讲上证这一块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之前有人在私下问我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大家可以放在台面上讲 没有关系 他说学完是不是就一定能做好的交易 等一下在这个之前我在这里先炫耀一下我的一些成绩 我上周的成绩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系统已经完全建立了 我自己的系统已经完全建立了 当然这个建立的过程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 所以来说待会我来讲 大家先看一下 学完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做一个好的交易 然后在这里我只能回答大家 系统只能自己创作出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打个比方 就是这个交易系统 我只能教你 我在这里再说一遍 我在这里只能教你的是技术和各种战法 但是哪一种战法适合你 我不知道 我在这里实话跟你们说 我不知道 然后我在这里就说一个亲身的感受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战法 就是系统 你们可以理解成 就是从它的开单到它的指引 到它的止损 到它的开单时机 到它的仓位 我是一系列的 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 我现在交给了方磊和阿蒋 方磊和阿蒋 你们可以准备一下 你们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你们现在 就是我都已经毫无保留的 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了 但是他们到现在没有办法体会 没有办法理会这里面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把这一个 我现在交给他的这个系统 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所以来说我在这里要说一下 就是说系统只有自己能够创造出来 然后在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交易系统 可以是说自己创造出来 才是最合适的 如果把交易系统比对一双鞋 我们作为前辈 毕竟我比大家交易时间要长这么多 我作为前辈可以为你设计这个鞋的样式 这是我上周作战记录 这是我的这个 咱们看一下制定的时间 先看上周的 上周的是从8号开始 大家知道8号然后15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的是还是算是不错吧 但是我觉得做的有点闹心 因为钱太少 4604 大家注意一下4604 然后我们看一下本月的 看一下本月 应该没有这么多 应该搞错了 上个月我上周我应该是搞了800多 上周应该是搞了800多 好吧 这个就不再去 反正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 反正就是说这个钱肯定是够生活 是没问题了 够生活肯定是没问题了 好了 大家就看一下就行了 看这个也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周 好吧 方磊和阿甲 你可以说一下 你们两人就是为什么 那个系统你们就死活就学不会 你们可以说一下你们的感受 好吧 这都是这个死盘的交易 上周是10月1号到11月7号是1867 大家可以看一下周线 然后月是这个11月8号到10月14号是933 这个做不了假 这个做不了假 好吧 这个后面那个方磊和阿蒋可以说一下 这个说大家注意听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是过来人 就是说哪怕是我现在非常成熟一套系统 我他们的技术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我是亲手把所有技术交给他们 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穿在自己的鞋 这个脚上 这东西你们我在这里用嘴巴说你没有感受 在这里用嘴巴说没有感受 所以来说呢 让这个阿蒋和这个方磊呢 亲身说法 让大家来体会一下 你们以后一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来说呢 我在这里下一个总结 总结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能教你技术 我能非常毫无保留的把技术交给大家 但是你能不能做好教育 这个东西不是我在这里用嘴巴能够给你承诺的 这个需要你自己有一定的天分 咱们在这里实话是说 一定要自己有一点天分 这个东西跟你什么 其他行业的技术完全不一样 跟其他行业技术完全不一样 好吧 这个 然后上周我也问了一下这个阿蒋和方磊 他说我这个技术虽然好 我这个策略 我的这个策略系统非常好 但是呢也不一定适合他 他们两个人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系统出来了 好 你们两个稍微说一下吧 给你们一人五分钟时间 先是方磊来说 方磊 阿磊 阿蒋 啊 咋啦 哇靠 阿蒋来说吧 阿蒋刚才听了吗 我来说吧 就是 就是每个人 我觉得老周这个方法不适合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 就是我先跟老周所谓的每一个交易系统 都是自己创的 不是适合自己的 只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符合自己的交易系统 跟每个人不一样 老周这种确实不适合我 不能这么说 他这种学不会是因为太精准了 我做不到 所以说不适合我 这精准是对于趋势的把控太精准了 我说又觉得不适合我这东西 都说的这一点非常对 就是说他把东西交给你们了之后 交易系统是你们自己去形成自己的一套交易系统 并不是说跟老周的交易系统走 并不因为这个我觉得跟个人的性格什么方面有关系 就是既然我这种性格 我的交易系统你们也不一定适合 就是这样 好 方蕾说一下 交易系统 好 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交易系统 你打什么样我能看到吗 交易系统 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其实小魏已经总结的非常好了 就是比如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零件 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拼出一辆车出来 我到底是拼出一辆法拉利 还是拼出一辆宝马 是在于我们自己 而不是在于我们的零件 因为我们零件手上都有 明白了吗 那么交易系统就是拼出一辆车 然后每一个战法 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就是零件 听懂了吗 这个比方你听懂了吗 没太多 没太多 好吗 我不知道我们再怎么解释了 是不是就说 好比买值 比如说就是你穿38码的鞋 或者40几码的鞋 但是是这个码数是这个码数 但是具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是吧 就单说了是吗 不是 就同一件衣服 就你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穿出来的一个效果就不一样 就你一个身体一个形态 就比如各方面 就是一件衣服 同样是一件衣服 但是每个人穿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 能理解吗 就从这边好不好看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衣服是同样是这一件衣服 好不好看 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能理解 现在不能理解的也不要紧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到这一步 咱们现在才上了七节课 你就想把这个系统给搞出来 这不可能的 在最后面 比如你们前三部分结束之后 才会慢慢地工作 你们开始做训练之后 才会开始去玩上自己的一个交易系统 然后其实为什么 它这个系统我们学不会 其实有几个方面 像老周的话 他做的时间是要比我们长的 然后他的一个心态 就是心态也比我们要好 虽然他的技术这个东西 就是 就这么些东西 看的也挺简单的 但是你自己做的话 像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 就是说对一个旁边走势的一个把控 就每个人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就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就有一句话怎么说 千人千变 就是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 然后你去市判断对了之后 你敢不敢去做 就你心态 你敢不敢去做 这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资金 你如果就是说 你如果有一定的一个资金量的话 你这张做错了 你能承受得起的话 其实承不承受得起 这也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各方面 也不是说他这个东西交给我们 我俩就一定能学会 就是有很多方面综合起来的话 就会 就这些东西他交给你之后 你自己也会 像我们自己也会去进行一个组合 因为他的东西 毕竟是他有东西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就还是得自己去完善自己的 适合自己的一个东西 不理解没关系 他们在这里 其实这个话聊得有点大 因为系统已经是在最后最后的阶段了 现在你们首先是了解每个的技术 技术完了以后是战法 战法完了是模型 模型完了以后是系统 系统是整个环节里面最后一个环节 所以我不认为你们现在一定会百分之百了解 这个东西后面再说吧 好吧 反正大家就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玩意儿不是说你在这 我在这里交完了 你就完全就能够做到像我这样的交易 或者像更好一些人的交易 我在这里给大家再看一个更牛逼的一个交易 更牛逼的一个交易 那也就是说这个交易不是说你能够学得来的 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一些变数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给你打表票 因为大家也都是熟人 要不就是我认识我的 要不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的 那么这些人我在这里 不会在这里跟你们去随便搭娃娃 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好学 然后怎么怎么样 把你们忽悠进来 这没有意义 所以来说这个东西跟大家先说好 我这个东西想学会真的要靠自己的天赋 有一部分自己的天赋 所以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要是说学了一半觉得自己不适合 也要提前说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交易的 咱们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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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大神级别的一个账号 大家看一下实盘 所有 大家看一下实盘 从去年的3月份 我记得是 从去年的 还没刷出来 等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去年的2020年的3月份 大家自己看 这个我就不用去多提醒了 它的单位是美元 不是人民币 它的单位是美元 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跑的 大家自己看 然后存入了本金是5万 可能有点多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你自己看 然后从3月份 它也不是从3月份开始跑的 它是从4月份开始跑 然后跑了多少 跑到了现在 11月份 现在是过了两周 然后它一共赚了多少美金 大家看一下 11万800 这个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然后它的5千5万本金 就已经全部取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把这个5万本金 已经取走了 它现在取出了8万5千 8万5千美金出来了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 我们就打折合人民币 现在是算7的话 7,856也就是56万人民币 它已经取出来了 56万人民币已经取出来了 所以来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真的是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交易 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些交易天才 确实是非常牛逼 望其向背 像我这种小财 都是望其向背的 你看一下 这是它的交易曲线 这个交易曲线是什么意思呢 横轴代表的是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2020年的3月份开始 到2021年的10月份 这是横轴代表的时间 纵轴代表的是它的利润 你可以看到大致 它的这个是斜线上升的 像这种斜线上升的 非常难得 你们以后做一下股票 或者做一下这种交易 你们知道很可能你做的交易 是这种锯齿状的 大家听得懂什么叫锯齿状吗 就是你的这个交易很可能是锯齿状上升 或者是说锯齿状下降 那锯齿状下降了就更糟糕了 大家知道锯齿状上升是什么意思吗 我在这里稍微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东西 看起来这个形状是一个锯齿状的 是个什么意思 大家听得懂吗 能不能说一下 就是账幅 就是你有你的持长很距离 就是很波动 对就是什么呢 你今天赚了100美金 然后第二天又亏了50美金 然后第三天又赚了40美金 第四天又亏了70美金 就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进行这个做单的话 就是你赚赚亏亏 他最后出来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锯齿状 如果你最终是能够赚钱的 那么你就是慢慢的倾斜向上 如果要是最终你是亏钱的 比如说你是存进了1000美金 最后你亏着亏着 你最后做了一个月以后 你就剩800美金了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做单的这个记录呢 就是向下的 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在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 我说的是世界 不是中国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一些这些 就是一些交易的平台 它可以把你的这个成绩单 上传到交易平台上面 跟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交易者 进行PK 这个我后面会专门讲的 然后你PK赢了以后 你PK赢了的话 是可以拿到奖金的 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 现在就有几个有几个这个奖正在正在举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不过觉得现在你们应该没这个技术啊 就是说以后肯定有机会 就是说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 然后去参加 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几十美金 几万美金 几十万美金的这种 这个冠军啊 亚军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国内也现在经常在广州啊 经常在广州在举行这个交易大赛 大家可以自己网上去搜一下 广州的交易大赛特别特别多 所以呢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报名参与啊 当然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阶段 学习的非常好的情况下 你可以报名参与一下 好吧这个多了我们就不再讲了啊 大家大家也不要流口水啊 因为这是别人跑的 这别人跑的跟你没关系 你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了 好了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一下几个事件啊 讲一下几个事件 主要呢 这个几个事件呢 是为了带出一个主题 就是消息面对于我们现在股市的影响 消息面对于股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先来看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 这叫火酒见啊 火酒见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记得我是在去年2020年4月份的时候 我当时是被封在家里啊 封在这个广州 封在广州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做交易 有一天晚上啊 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凌晨 凌晨12点左右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原油 我看到了原油跌到了三美金啊 当时我记得我跌到了三美金 我在想我靠这要不要插个底啊 然后我就没敢动手 因为那当时的这个原油跌的跌幅非常非常快啊 就是跌幅非常快 等我想下单的时候就已经跌到零美金了 诶 我在想原油变成零美金呢 是什么概念呢 然后呢 在后面的两个小时 我就就是那一天呢 我就熬夜 因为那天都是封在家里没有上班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是去年的4月份 大家都在都是没有上班的 所以那天呢 我就继续往下看 然后继续往下看了以后呢 它这个原油就跌到了多少呢 跌到了这个数 这个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一桶原油 现在比如说 现在的原油交割价是79吧 我记得是79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桶原油的交割价是79.62 注意一下 原油的交割价是79.62 也就是说一桶原油是79.62美金 好了 问题来了 如果是-37.63 那么它的交割价是-37.63 那么这个价格该怎么样进行结算呢 我们在这里来打个比方 如果以现在这个原油的价格79.62 也就是说我-79.62美金给这个原油商 然后原油商会给我一桶原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听懂了吗 好了 这个原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 这都是很正常的 问题就在于-37.63应该是怎么来算 那我问一下大家 因为这个事件很著名 我不知道有以后有没有机会会碰到 所以来说你们一定要注意 好-37.63会怎么办 来有没有人回答我 同志们 -37.63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好像只有原油东西有 是只能买其一货 你要搞清楚 是谁给我 我是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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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道理说我是要给原油 就是出产原油的人 要给他钱 然后他给我油 对不对 你现在是到底谁给谁的钱 谁给谁的油 好像是就是说 你需要自己去保存这个油 但是你没这个证 到底好像是给一个代理商吗 你是了解一半 看其他人你要不了解 可以说一下 因为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经历 你当时在温哥华应该也知道这个事情 我知道就是我爸做这个事情 他以为跌到5块钱了都不会往下跌了 然后你爸就买了 亏了很多钱 想不到你爸也是受害者 我的天哪 但是很多人认为跌了3美金了 你原油不可能跌到零 因为在我们看来 任何的商品都是有它的价值的 你不可能是跌到零 你跌到零就相当于白送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同志们 就比如说一个手机 我跌到了零人民币 那不这个手机 我直接去店里面去抢就行了 我都不需要花钱了 如果跌到负数 应该是个什么感觉 因为这真的是活酒劲 我觉得这个原油第一次出现了一个 负37.63这个数字 而且还正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导致的 我再讲个小故事 好 先说一下为什么它会有负37.63这个数字 是当时大家知道新冠疫情 在美国爆发 中国爆发的时间点应该是在2019年的11月 12月首先是在武汉爆发 然后武汉的这个武汉疫情就蔓延到了美国 美国是当时有一点 咱们实话是说 在川普那个时候有一点处理不周到 然后导致这个疫情就是迅速扩散 大家知道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美国经济就停摆了 然后美国经济停摆跟原油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知道大家都被封在家里了 封在家里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不能出去开车 我不能出去生产任何的这个东西 我不能去 我不能 我不能出去玩 那么原油就会怎么样 原油就会成为一个自销品 因为我卖不出去 因为没人消费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 我消费这个东西才会变高 如果没人消费 这个东西就会很低很低 甚至被市场淘汰 那么很当时的这个这个4月20号的这个 然后呢 这个原油呢 就在当时就一路下跌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好 到了4月20号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件事情 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中国有一个中国有个银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叫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里面有一个理财产品 叫原油宝 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啊 原油宝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意儿 它是一个称之为叫期货 每期货交 每期货交易的一个东西 当时呢 正好是过完年 很多人呢 就锁在家里 锁在家里 锁在家里以后呢 也不能出去上班 然后呢 原油宝的这个很多的销售人员 就跟他说 就就说 你们就锁在家里吗 你们现在赶紧买的原油啊 你看现在原油已经跌了13美金了 赶紧买 你通过我们这个中国银行的 中国银行给你们推荐的原油宝 你来买 这个中国银行的原油宝呢 正好就是跟美元油划 挂钩的 也就是美元油跌 中国银行的原油宝也会跌 美元油会涨 那么中国银行的原油宝也会涨 所以它是一个挂钩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当时呢 很多的一些销售认为 当时很多的销售 包括很多的一些期货的交易员 也会认为原油已经跌到了5美金了 跌无可跌了 大哥 你难道你还说原油跌到0美金吗 所以很多人就要求很多的中国的用户 去买这个原油宝 然后大批大批的人就跑进去买 注意一下原油宝是带有杠杆的 当时最高杠杆是100倍 很多人 我当时记得 我看到最高的一个人是投资了1000万人民币 投资了1000万人民币 用了100倍杠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感觉 用了什么感觉 然后呢 就投进去了 因为5美金嘛 因为大家觉得 我靠5美金你还能跌吗 你能跌到0吗 所有人都是跟大家现在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谁知道错就错在一个什么地方 叫交割 在这里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交割 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人懂得什么叫交割的 来 我问一下 普及一下 支点 什么叫交割 一手交钱一手交火 错 引出了一个新概念 交割 这纯粹是中国银行的锅 这个是任何人都是背不了这个锅的 是纯粹就是中国银行的锅 然后呢 注意一下 这个原油宝呢 它是分为交割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中国期货里面 它也是有交割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鸡蛋 后面有一排数字 什么数字呢 2201 大家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吗 我问一下大家 大家知道鸡蛋2201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玉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玉米2201 冻煤2201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来 问一下 看大家的这个 看大家的这个怎么样 看大家的这个 对于我们市场了解度程度怎么样 你看啊 正煤 正棉 2201 还有2205 强卖 2205 看到没有 料数201 然后菜籽208 好 我问一下 前面单词很好理解 比如说红枣 那里肯定就是红枣 现在 那后面的单词 数字这是干嘛的 我就问一下大家 看大家能不能理解 结算周期 这只是在中国有了吗 还是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你们加拿大也有 加拿大也有 只不说你现在 很多的交割 是直接是在内部完成 你是没看到而已 好 小魏说是结算周期 还有其他答案吗 还有其他答案吗 同志们 这个数字到底是干嘛的 其实小魏说的一半 是结算 但是不是叫周期 是结算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比如说红枣 红枣2201 那么红枣2201 现在它的这个价格是一吨 是15715人民币 注意这是中国的这个期货 那么在如果 如果它的这个 在1月份交割的时候 注意交割是什么呢 交割就相当于是我 现在把货物给到这个 把这个货物给到经销商 让经销商进行线下 线下和线上之间的一个买卖 这个叫交割 那么我们现在叫什么 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期货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出产 注意一下 现在这个红枣 其实是还没有出产了 注意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红枣已经出来了 这个红枣 现在是不存在的 现在可能还在某一个农场里面 还待着在 注意一下 所以来说 现在这个红枣 纯粹是一个前期的预判价格 注意这叫前期的预判价格 然后到了2201 也就是2201 也就是明年的1月份 还剩一个半月 到了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 这个红枣就要经营交割 交割的时候 这个价格就是红枣 限价 注意 如果打个比方 它的这个红枣 到了明年的1月份 正好还是这个价格 还是这个15715人民币 那么我们明年买红枣 明年的1月份买红枣 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价格 应该就是15750人民币 当然中间还要加上差价 就是运输费 还要加上什么 还要加上中间商 还要加上一些货馆等等交税 那当然就不止这个价格 但是它是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 进行来加上后面的一些 其他成本的 懂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 就是我们明年拿到红枣的价格 懂了吗 懂了吗 给句话啊同志们 懂了懂了 不是那那就是说到交割时间 如果发生了就是跌涨会发生什么 交割时间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 你比如说红枣 红枣到了明年的 应该是说到了今年的年底 12月20多号 这个东西就会消失掉 这个东西就会消失掉 所谓的消失掉就称之为叫被期货 就称之为叫交割了 就是交割成为了实货 我们现在做的叫期货 然后他就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叫现货 从期货就变成了现货 就是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一个旅人 在没结婚之前叫少女 结完婚姻后叫少妇 就是通过中间一个仪式 从少女变成少妇 就是一个这样的 从期货变成现货 就是他这个时间点 那是不是明年的1月份过后 这个红枣就是2301了 它的名字就改善 不是 这个东西就消失了 它就会新开一个红枣 或者这个红枣的名字就叫2301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这个东西是消失了 这个不是叫改了 这个是直接消失了 不存在了 这个市面上已经没有红枣2201这个期货了 它是不存在的 它不叫改 你拟解成改是不对的 是把这个给交割成了一个现货 成了现货以后 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 然后在期货市场 就会多出一个新的东西 叫红枣2301 你解了吗 明白了 好 那么这跟我们 我们现在谈的原油宝有什么关系呢 原油宝的事件 错就错在什么 4月20号 美国时间4月20号的下午4点半 是原油5月份 5月份交割日期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么原油宝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于 那个家伙忘记去交割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说就是原油宝按道理说应该是从4月份 应该交割 就是把它直接转换成5月份 就是说把所有客户账面上的这个原油呢 从4月份的这个原油买成5月份的原油 这应该是原油宝的这个客服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好意思5月份 4月份这个就是做原油交割的这个原油宝的这个中国银行的这个人呢 他没有去做 然后那两天他可能被隔离了 我听说好像是被隔离了 然后没有去操作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导致了华尔街发现了一个漏洞 他发现 怎么到了4月20号就到了10月4月19号的时候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持有原油原油5月份的这个期货呢 然后华尔街呢 就就觉得这是这是这个契机就来了 那么如果你是华尔街 你看到有一群人还持有5月份的这个交割的期货 你会怎么做 啊同志们你会怎么做 就大肆寻传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做空 对就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华尔街 你一样会这样做 就是干什么呢 你既然手上有这个 因为还剩一天的时间 这个原油就要进行交割了 如果你不交割 你手上的这个原油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并且说完了 我还要加一句 并且你还要赔钱 什么叫赔钱呢 打个比方 如果原油跌成零 我现在手上有100桶原油 我能不能说 那现在我已经交割了 我不去美国 我不去美国去交割 我不要这100桶原油 那行不行呢 不行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交割这桶原油 你是属于违约 你必须要派油船 你必须要派那个油船 大家知道就是那个远洋运货的那种油团 油船你跑过去去运那个原油 你如果不运的话 你是犯了这个国际上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这个那个的 所以你要受到这个经济制裁 所以当时就是说 你不能不去交割这个原油 但是你想想中国的散户 有几个人可以买的 租得起一个游艇 游船去跑到美国去交割这些原油 有几个散户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好 这第一 那还有种说法是 那既然交割 那打个比方 那我现在我我把这个原油竟然是这个价格 我我也不抛 那他妈的我就把这个原油给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干嘛呢 我存在美国存在美国的仓库里面可不可以呢 不好意思 当时原油已经在美国都已经爆了 什么叫爆了 就遍地是原油 就是没有没有仓库给你放这个原油桶了 原油就是仓库的这个租聘价格比原油价格高出很多倍 你还是要亏钱 说白了 两种方法你都会亏钱 然后他发现你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客户呢 他又没办法把这个多单又去交割掉 不好意思 所以不停的打压 不停的打压 直到出现了 我们这个应该是这辈子永远第一次 负37.63这个价格就出来了 这就是原油宝穿仓事件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 我在想 我在想穿仓有没有一种有是一个特殊的词吗 穿仓是个特殊词 因为它就是代表过零了 因为为什么叫穿仓呢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仓库 我们可以理解成原油是放在仓库里面 它甚至已经这个价格 它的价格地板 也就是它的价格按道理就是0美金一桶 但是它已经穿过了它的这个仓库地面价格0美金 到了负37.63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名词 明白了吗 好了这个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估计以后咱们应该是没机会看到这种事情在发生了 所以跟这个抛张语音 先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好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后面就是这个期货概念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解了 好了还有呢 就是2021年4月份的时候 拜登 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呢 签署了一个美国援助计划法案 然后呢 导致这个美股会大涨 黄金大跌 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签署了一个法案 它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呢 就是向美国向美国注资 向美国注资很多很多的钱 具体是多少 我在这里就不不去深究它了 然后为什么会导致美股大涨 我要我要在这里问一下大家的就是 为什么发行更多的美元会导致美股大涨 它们中间是一个什么逻辑 来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发售更多的美元会导致我们 会导致美股大涨 问一下 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出这个事情呢 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很多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东西 它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座盘 在这里我后面还会继续说上证 上证的在周四的时候出来一个CPI 这个我后面再说 我们先说美国 因为美国离我们比较远 好 我可以说一下吗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 如果我想说如果发行更多货币的话 人手上的钱不就是贬值 那应该会导致股票下跌的呀 所以我就问你们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你现在给出的答案是没有答案 好有没有其他人能给出答案 来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这样 就美国它美元援助的话 就比如说股市上面 打个比方什么 比如说微软 这只股 一股大概是1000美金 然后它发行了更多美元之后 那我它的那个1000美金一股的那个是没变的 然后我就会去买它呀 然后这样很多人去买它的话 它就这个价值就上去了呗 你并没有说清楚 很多人买它为什么它价值就上去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是不是中国的股票 就是因为没人买 所以它一直在低一点呢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那我那换一个换一个师傅的话 就是因为那个黄金哈 黄金这个期货 嗯 我也不知道不清楚 那时候那时候 哦 我大概知道了 就是 美 就是发现有很多美元 因为美国 它不是有很多存储的黄金储备吗 那发行美元了 那它必然会导致自己的美金价值降低 那黄金和美金又是有直接价值的联系的 所以 美金 哎 不是也不对呀 其实 啊 但我没说好 就因为别的国家 只有美国的那叫什么 国债吗 是吗 然后它发行的 越多的话 就别的国家的钱就越不值钱了 然后才倒入 你美国发行的美元为什么要扯到其他国家了 而且我们现在说的是美国 好吧 看来大家都说不清楚啊 我来说一下 其实很简单 或者还有一个理论 就是 就是 它会市场注入美元嘛 然后呢 就会导致市场比较有升级 我觉得 算了 倒随便说吧 好吧 你还是说不清楚 那那我来说吧 很简单啊 打个比方 微软这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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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苹果吧 苹果这只股票 苹果这只股票呢 Apple吧 写的有点丑啊 苹果这只股票 我们现在用什么来计算方式呢 它正好值100个苹果 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个吃的苹果 苹果这只股票 值100个苹果 打个比方 我在这里说一下 打个比方 100 苹果这只股票 值100个苹果 在这里先注意一下 它中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等号 然后呢 如果在资金量是100的情况下 那么100个股票 100个美元就值100个苹果 就等于这个苹果的股票 股票价值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我现在发行了1000美金 我现在市面上有1000美金 但是我的苹果是没有变的 我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我的苹果股票是没有变的 还是100个 我这个苹果会怎么办 来告诉我 苹果就变成10美金一个了呗 对了 听懂了吗 你看这是乘客吧 是乘客说的吗 这是乘客吗 我不确定啊 是乘客吧 是乘客吧 是乘客 听懂了吗 同志们 很简单的一个比方 我就把这个事情 能麻烦再讲一遍吗 乘客来说 是这样的 我的理解是啥哈 以前是100美金 然后一股也是 苹果的股票也是一股一美金 然后它可以变成100个苹果 然后它这样是一个等量关系 然后涨到1000之后 然后实体就比如说黄金或者苹果这种实体的期货 然后我1000美金我还是只能买100个 我100美金我也能买100个 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放到我的股票里面去 而要放到这个固定的 那我的钱就不值钱了 如果我放到股票里面去 我这个钱随着股票上涨 我的钱是值钱的 但是我如果买了期票之后 我的现金就不值钱了 所以说就期货就会 比如说黄金这种东西就会跌下去 因为压根就没必要 那我的钱如果想让它去赚更多的钱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在股票上面去进行操作 你讲的太绕了 估计大家都轻音了 这钱明白了 是不是人们他们就是会看到这个 我来总结吧 他讲的太绕了 讲的太绕了 是什么呢 其实原来是100美金 正好底上100个苹果 然后现在又1000美金 苹果的这个数量是没有变的 那么1000美金要等于苹果的话 你原来是一美金等于一个苹果 一美金等于一个苹果 那么现在呢 是10美金都等于一个苹果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现在是1000嘛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是1000 然后还是1000 还是100个苹果 那么它还是10美金 它就变成了10美金 变成一个苹果 那么现在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美金 所以股票的价值是没有产生改变的 但是市面上有大量的美金 所以整个的这个股市就被这个美金给抬起来 听懂这个逻辑关系了吗 听懂这个逻辑关系了吗 好吧 没听懂也就这样 所以这个1000和100代表分别是什么样 听懂了 其实就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苹果的股票 100块钱 可以买100果 然后苹果是100个苹果 不管你是100美金还是1000美金 就只有这100个苹果 你拿1000美金去买 你只能买10个 那么苹果的股票仍然是一美金一股 那么我用1000美金 我可以买1000股的苹果股票 我为什么要去买10块钱一个的苹果 你真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 其实就是期货和股票之间的选择 不是的 算了不是不去搞这个了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是发现你被绕昏了 好吧 我们再戏怒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的概念 叫元宇宙 不知道有几个人听过的 听过的可以在群里打个1 有几个人听过这个概念 元宇宙 有几个人听过 来 我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 这些东西 看大家了不了解 好 陈科打了1 还有其他人吗 不要在这个腾讯会议 咱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咱们自己有这个微信群 对 Mate 好 元宇宙 大家知道最近 我刚才说要准备讲比特币 对不对 为什么我是讲比特币 怎么一下又讲了元宇宙呢 最近这个扎克伯格 要搞一个虚理 虚理的元宇宙这个玩意 然后最近的上证指数 还有包括所有的东西都在涨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货币叫比特币 这个比特币呢 这个小哥特别喜欢加拿大的温哥华的小哥 顺便说一下 温哥华这位小哥 现在是早上5点 凌晨5点 他是4点钟就爬起来来听我的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支持 非常感谢支持 那么在这里正好就随了他的愿 我在这里讲一下 为什么比特币最近这么牛逼 最近比特币怎么这么牛逼 已经涨到63,000了 这完全就是吓死人的 这跟元宇宙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 首先元宇宙是什么呢 元宇宙呢 有点类似于像我们 2018年的时候有个电影 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 叫什么超级玩家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那个电影呢 就是大家戴上一个头盔 然后就可以在一个虚理的宇宙里面 在一个虚理的游戏里面 在进行生活 然后扎克伯格提出一个新概念 叫叫元宇宙 其实这个元宇宙呢 就跟我们这个之前那个电影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一点区别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点区别 这个区别太大了 太重要了 什么区别呢 就是原来索尼公司做过PS4 PS PlayStation 4里面也有VR眼镜 我相信大家也都可能看过 但是VR眼镜并不普及 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元宇宙给炒出来 然后呢 还有个游戏平台叫Steam 蒸汽 它也有一个VR眼镜 但是这个VR眼镜 也没有把这个元宇宙这个概念炒出来 为什么扎克伯格的这个元宇宙 也是VR眼镜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一个VR眼镜 但是他就把这个东西炒火了 大家知不知道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来 告诉我 是因为他们这个扎克伯格 这用NFT来做吗 你知道索尼公司和扎克伯格的Facebook公司 有最大的就是对于这个VR的最大的诠释 在哪个地方 我现在首先问大家 最大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 用户基数 不对 继续 是因为索尼他们不是去中心化吗 然后元宇宙这种东西都是去中心化的 问题在于我是想问你 扎克伯格的元宇宙和索尼的VR眼镜 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来 告诉我 一个互联网公司 一个游戏公司 不对 你这完全是搞笑你这是 那索尼公司还是电影公司呢 你这样说的话 索尼哥林比亚公司 索尼哥林比亚影视制造厂 那个漫威的蜘蛛侠系列 就是由这个索尼公司做的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索尼更厉害啊 好像说飞翘他们那个叫什么VR眼镜 他就是价格好像是我记得特别便宜 他200多块钱那个 继续 我发现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元宇宙 是因为那个吗 疫情菜了 那个社会属性吗 什么社会属性 沾了一点鞭子了继续 就游戏VR眼镜是游戏VR眼镜 虽然詹虎河我其实说 他好像也是想做游戏 但是他是做那种 就是大家都能体验进来的 而不是像索尼做那种单机游戏 好了他已经说到一列鞭子了 但是不是核心 要不要我来公布答案 还是由大家继续说 要不要我来公布答案 因为这个答案 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比特币为什么最近长得这么凶 那我直接说了 有没有答案 还有没有答案同志们 好吧我直接说吧 索尼公司还有steam这些公司的VR眼镜 和这个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最大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在做游戏 一个是在做工作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 索尼的还有steam的这些东西 这个VR 其实都是针对于什么 都是针对于沉浸在这个游戏里面 去玩游戏 注意啊 他的所属的概念是玩游戏 当然也有说是在里面体验一下什么 什么科技馆呢 这些东西 它其实也是游戏的一种 扎克伯格跟索尼和steam最大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扎克伯格提出的元宇宙 是要求人们进入这个VR的世界 在里面去赚钱去工作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听懂了没有 明白了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这一点区别非常非常恐怖 也就是说以后我上班 我戴个VR眼镜 我躺在床上面 我就可以上班了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去公司 我之前不是就是说 因为它最大区别 一个是NFT 一个不是NFT NFT是啥 你能说中文吗大哥 不不不 NFT跟元宇宙还是有不同 不是等一下 你说NFT是啥 我还没 你说一些简行吗 什么东西 NFT也就是上班 玩能赚钱 就是 玩游戏赚钱 和在里面工作是两码事大哥 玩游戏赚钱和 比如说 你要在元宇宙里面去工作 我现在能设想的啊 比如说你现在在元宇宙里面怎么工作呢 在元宇宙里面有一个3D Marks 我在这里这样理解 我在这里拆解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 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3D Marks或者有个AE 你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去做3D Marks做AE 然后你的同事也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人 他们也是戴着元宇宙的眼镜 或者是个头盔 然后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工作 做出了一个产品以后 是要交给客户来审核 客户的审核 可能是比如说是广州的一个客户 是美国的一个客户 全世界的各个的地方的客户 都是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创造所属的价值 跟Steam和索尼完全是两码事 索尼和Steam 他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娱乐 他没有想着去用这个东西 让大家在里面去生活 让大家在里面去赚钱 所以元宇宙为什么最近这么火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推 元宇宙火和比特币有毛线关系 来告诉我什么关系 是不是货币关系 货币关系 废话肯定是货币关系 是什么关系 就像元宇宙用比特币 现实生活用人民币 对了说对了 元宇宙里面必须要有一种货币单位 目前认为最大可能性就是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 元宇宙火所以比特币会涨 明白之间的关系了吧 我听说他们好像是说 就是以太币成为这种这方面的虚拟货币 都可能 这个东西现在还没去确定 反正是反正是就是以这种去核心化 这种东西 会成为以后元宇宙里面的 这个相当于它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 一种货币单位 大家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比特币 你完全看不到它的这个长的这个理由 它就长出这么好看 长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 我有个问题 你别别问题了 这个只是我们今天课的其中一个小插曲 因为很多人在问为什么元宇宙这么火 然后问我元宇宙的题材能不能买 因为在上升指数里面也有元宇宙 那给你们看一下 主要咱们还是要 咱们不是要在这里讲故事 是要在这里是去分析股票 元宇宙概念的这个股票 大家看到元宇宙概念的股票 这全是元宇宙概念的股票 大家看一下元宇宙概念的股票 那么这里面全是元宇宙的概念股票 我不建议大家进 首先为什么呢 因为元宇宙现在只是一个概念 现在是由美国这家公司是主导的 那么中国这些公司主要是趁热度 咱们实话实说 主要是趁热度 它不具有任何元宇宙的性质 主要就是趁热度 其次这个板块能炒多久 现在不知道 说不定再过两天就没了 说不定再过两天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是没有办法把它 目前是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实战的东西的 你现在只是提出一个这样的概念 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需要科技慢慢进步 才能实现的 你现在VR眼镜这个科技水平 确实还达不到超级玩家那种地步 所以来说 这个东西肯定现在是没机会的 然后元宇宙现在长得太厉害 你再进 说不定就追到了高点 说不定你就亏进去了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追元宇宙 当然你要硬要去追 我也无话可说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元宇宙的 我也不推荐大家去做元宇宙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很虚的概念 本身就是一个很虚的概念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事 世界万物相连 各种品种之间存在一些关系 存在一些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说一下 黄金和金属 银铝铜铝鱼是正向关系 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是比特币 我们看一下黄金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这个是黄金 全部关掉 关掉 然后我们只看黄金和 看黄金和白银吧 好 这个呢 这个是白银 这个是黄金 然后这个是白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品种 这两个品种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顺势关系 我们改成同一的周期 改成同一周期 都是改成日线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是黄金 右边的是白银 大家能够看出它之间的关系吗 左边的是黄金 右边的是白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在涨 黄金在涨 白银也在涨 黄金在涨 白银也在涨 它们之间是一个正向等于关系 约等于关系 它们两个之间是约等于关系 好 还有什么呢 还有美元指数 注意讲到很重要的关键点了 我们后面会讲到很讲到外汇 美元指数和直盘 在这里说一下什么是直盘 直盘 我们上节课讲过了 在这里我就不再去说了 直盘 直盘和欧元 美元指数和欧元 大家看一下 美元指数和欧元 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什么的关系 这个让大家来看 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我经常说 我只要把美元指数给搞定 我只要把美元指数分析的搞定 其他的外汇基本上都搞定了 我为什么经常说一个这个话 来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 这个左边是美元指数 右边是欧美 能不能告诉我 就是它们是一个反向的关系 对 反向关系 大家看出来了吗 大家看出来了吗 反向关系 注意 反向关系 看见没有 一边左边 美元指数在涨 这边就在低 这边在低 这边是在涨 看出来了吗 只是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后面还是要讲 好了 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叫美元指数 和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呢 叫值盘里面的另外一种 好 大家注意一下 我拿一个做 给大家做一个是美元指数 我再给大家拿出一个品种 找一个大家稍微熟悉的品种 如果要不熟悉 我估计美日吧 我记得有美日呢 美日 美日有在里面 我找一下 好 看到了 来看一下 这个是美日 日本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 左边是美元指数 右边是美日 也就是美元对日元的 这个外汇排价 好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它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应该看得出来吧 我就直接说了 解约时间 美日和 美元指数和美日之间 是一个正向关系 它在跌 它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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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是存在一个正向关系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道理 看见没有 所有东西都是跟美元指数相关 所以 为什么每次我在进行分析盘面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美元指数拉出来分析 现在大家懂了吗 所有的外汇跟美元指数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所有的外汇 欧元 美元 土耳梯 你拉 德国 然后这个 这个 纽西兰币 然后加币 这些东西 都是跟美元指数相关的 所以 只要抓住美元指数的走势 你后面 大差不差 基本上方向就是对的 所以来说 美元指数 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 美元指数 这个东西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美元指数是啥 美元指数就是 就是分析美元以后走势的参数 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了 好 这个呢我们就先过了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们现在来讲10月份的解读10月份的公报 大家先看一下 这是在这个周三 周四 周四的时候 周三吧 周三的时候 有一个10月份 11月份 会披露10月份的一个公报 这个10月份的公报是什么呢 大家我练一下 大家听一下 2021年10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 食品价格下降2.4% 非食品价格上涨2.4% 消费 消费品价格上涨1.6% 服务价格上涨1.4% 食品中 这个 这个猪肉类 肉群类价格下降26% 好 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整个 CPI 注意这里面出来的一个新概念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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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是多少呢 就10月份的CPI 是1.5% 1.5% 注意这个数值 注意这个数值 1.5% 好了 我现在这里先给大家解释几个概念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是叫同比和环比 一个概念 首先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什么是CPI CPI呢 其实就是指消费物价指数 好了 消费物价指数是什么鬼 有没有人听说过 消费物价指数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听说过 就是说在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或者你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什么 来不要查百度 咱们现在就用你的理解你来说一下 来说一下 来说一下 谁来说一下 来说一下 好像有听说过 你不要继承了GDP 我估计很多人是想 是不是GDP GDP是GDP CPI是CPI 所以不要继承了GDP GDP在这里没有计算 这里是没有计算GDP的 有点熟悉 好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CPI 说 说错没关系 咱们本来就是过来学习的 这个是物价吗 物价什么 物价的比例吗 好 其实就是物价指数 其实你理解就是物价指数 如果我要是把它说人话 你要是听物价还是听不懂 你就理解成通货膨胀指数 就对了 好 那么这个数值 我现在就问一下大家 这个数值 对于股市 越高越好 还是越低越好 就是高对股市好 还是低对股市好 肯定是高 低吧 你看 好高 说出高的理由 低说出理由 低的理由 我们现在是在说股市 我们现在不是要谈论 这个CPI 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这个不是在我们 现在讨论的范围内 我们现在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去在股市里面赚钱 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 这个CPI 对于股市有什么影响 我现在是 我是想就是 如果 通货 就是 它这个CPI指数低的话 它 会 导致 就是 有一种 经济低迷的情况 我觉得我说的应该是错的 好 有没有其他人有答案 没有人吗 你们都不知道CPI和股市之间的这个关联系是什么吗 好在这里说一下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把CPI理解成通货膨胀 那么通货膨胀高 股市会涨还是低 我在这里先问一下 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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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们两人就有不同的答案 好吧 来 表个态了 从方蕾开始 你们在群里面打一下 觉得会涨的打1 觉得会涨的打2 好吧 我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通货膨胀 也就是CPI指数 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 你们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好 吴壮说是1 陈柯说是1 还有吗 杨昊也是1 有问题是啥 有问题是啥 你前面没听吗 听了一点点 都是1 好了 你没听就算了 其实来说 我在这里说一下 通货膨胀高了 就跟我刚才 在苹果 股票是一样的 你能理解吗 对于股票来说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利多 能理解吗 通货膨胀高了 对于股票来说应该是利多 你多 为什么 参考我刚才说的 苹果股票和美元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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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一样的道理 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 好了 我们继续往下说 它同比 同比是上涨 然后环比在上涨 环比也是上涨 同比是同比是比去年 大家注意去年这个地方是0.7 现在是1.5 大家注意 现在是1.5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 它在上个月是0.7 也就是说10月份的消费 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注意 10月份的消费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股票 回顾一下股票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上证指数 我们打开上证指数 这一天大家注意 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出来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流星线 我们称之为流星线 后面我会讲到这个流星线的 好了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为什么按道理说 应该是利多的 按道理说那天是利多的 注意 那一天是在你看星期三 11月10号星期三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低点 3448.44 这就是出现的一个 现在这个近期内上证指数 出现了一个这个低点 3448 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 利多行情的一个 利多行情的一个股票的一个 一个这个 10月份的季报 为什么它反而会跌呢 好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的一些解读了 注意这里面的一些解读了 它这里面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它被猪肉拖累 肉情内拖累 肉情内是下降了 注意下降了26.7% 也就是说肉情内的价格 在我们老百姓的眼中 它的降价了 降价了 对于企业来说会怎么样 我问一下大家 降价了对于企业来说会怎么样 啊 降价了对于企业来说会怎么样 不好啊 企业利润就下降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 肉情内整个影响了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所以它一开始解读的时候 是把这个解读成逆空 第二点 我看了一下 10月份的这个 10月份它这个 它这个 各个行业对于这个CPI的这个影响 大家知道CPI最大影响就是最大消费的地方 全国居民最大消费的地方是在哪个板块吗 你们应该都猜不到 但是应该是猜得到 10月份你们想一下 10月份有个什么什么日子 国庆 然后呢 国庆会影响什么呢 旅游 对 10月份 10月份的这个CPI最高的是运输行业 整个行业里面最高的是运输行业 所以10月10号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11月10号 11月10号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运输行业狂涨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刚才打的 运输行业 你看一下 所有的运输行业都在大涨 明白道理了吗 明白道理了吗 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要根据 比如说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我们要根据这个数据 怎么样去买我们的股票 OK 很明显运输行业在涨 那么运输行业 我们就进入运输行业去买他的股票 我们能不能赚钱 同志们 告诉我 我能不能赚钱 哪怕说我根本就不会技术 我解读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 我就能够赚钱 你别跟我谈技术 我什么都不懂 我就会解读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 我就能赚钱 听懂了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什么不太可能 就是可能 你还别说 在中国就是可能 你说美国那确实不可能 在中国的玩法就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行业是跟着政府走的 在美国是政府是跟着企业走的 在中国是企业跟着政府走的 不一样 你要搞清楚是在中国 这不是在你们加拿大 也不是在美国 OK 你可以把我的这个 你可以把我这个观点 跟你的父亲聊一下 因为你不太懂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的市场 OK 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解读 还有一个 PPI PPI是什么玩意儿呢 PPI呢是生产价格指数 生产价格指数呢 这个10月份的 10月份的 生产价格指数是13.5 注意13.5 我去啊 非常非常高 那么现在我来问一下 PPI是生产价格指数 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 那么我现在问一下 你们认为PPI高是有利股市的还是不利股市的 不利 啊 什么 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了 那相当于 好 对了啊 可能是我底下已经写出来了吧 我下面都已经写出来了 PPI上涨是不利于股市的 PPI上涨首先它这里面有一个工厂生产涨幅 还有一个工工业生产者构进价格 这个呢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什么 就可以理解成原材料 原材料 这个呢是理解成什么呢 理解成我的这个劳动成本 我的劳动成本 不管是原材料还是劳动成本 在10月份全在上涨 那么10月份全在上涨 对于股对于企业来说 它是个好事啊 这个坏事呢 明显是坏事 我的这个 我的成本在上涨 我的劳动成本也在上涨 所以什么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整个工业生产指数在出现 一爆一出来以后 为什么中国的上证指数 应声大跌 就这个地方 啊 应声大跌 跌到了 跌到了这个低点 3448 也是这个原因 啊 好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继续解读一下 那么这个PPI的上涨 对于哪些行业有直接影响 首先 上游行业 钢炭 钢铁 煤炭 铝 化工行业 这些行业全部属于上游行业 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 什么叫上游 什么叫中游 什么叫下游 上游就是原材 原材料的行业 你比如说像五缸 啊 像比如说铝缸 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五缸集团 啊 五枚集团 这些东西它都属于这个上游企业 就是只要跟原材料打交道的 全属于上游企业 中游是什么呢 中游是进行生产加工的 中游是进行生产加工的 下游就是进行消费的 那么上游竟然上涨 中游肯定要受影响 下游又代表着什么 下游就代表着我们刚才的什么 我们刚才的这个CPI 下游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代表我们的CPI 所以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五月份开始 最近半年的这个原材料呢 持续走高 中下游企业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为什么当时很多的一些这个制造业的一些工 这个企业股票都在跌 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时在周三的时候 周三的时候我截了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 上游普遍为跌为主 然后这个代表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当然这两天在涨 这两天在涨 我们已经看到本来我是想周三来讲的 但是周三呢 人凑不齐啊 因为大家时间都是定在是周六的晚上 所以周三我就没有讲 周三没有讲了嘛 现在已经已经到了周五了嘛 周六了嘛 所以这个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我就直接说结果就行了 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非常简单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月的经济数据不佳 但是呢 已经确定了底部 就是上证指数 已经确定三三四九 这个地方是它的底部 这个地方是它的底部 但是你说现在的这个上证指数 现在是不是就往上涨了呢 别太高兴太早 手上你如果手上有股票 不好意思 赶紧的手上有股票 赶紧的在下周一下到二抛掉 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代表着它马上就会立即上涨 变成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 它会以什么呢 它会以这个 它会整个这个以观望做胆线趋势啊 我给大家策略是观望做胆线的震荡趋势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最近这个股票的热点在什么地方呢 股票的热点主要是在于大票和小票 这里面又出来两个概念啊 又出来两个概念 大票是什么呢 大票是指市值超过500亿的上市值的 小票呢是市值在500亿之下的 大家发现了这个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 如果要是你你是懂得这个行情的 你应该会发现这里面有个问题 大票呢没有动静继续震荡 小票呢非常活跃 这代表什么 来我问一下大家 看大家对于这个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度有没有感觉 就是房产这一类的它都是没什么东西 房产最近上涨是因为最近出来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说是要对这个房产的三条红线进行松绑 但目前呢这个消息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 所以房产千万不能进 我在这里写了 避开最近 就是万一证伪 万一证伪了就会大跌了 对一证伪就会大跌 如果证实了也不代表它立即就能上去 因为恒大的这个雷还没有解报 因为恒大 大家知道恒大的这个雷还没有解报 我现在在说的是这个玩意 我现在在说的是这个玩意 这到底是这到底代表了什么 你看你们都不知道从这个消息面来分析 下周一 十一月十五号 北交所上市开市 北交所是针对于什么样的一些企业的 我先问一下大家 北交所是针对于什么样的企业的 就是很高大的企业 针对微小企业 小微企业吧 应该叫做小微企业 不是新三板 不是新三板 是叫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 一般我们怎么来判定呢 一般是市值在200亿以下的 都称之为叫小微企业 好了 最近很奇怪 大票在震荡 小票在涨 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来告诉我 通过刚才的消息解读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来同志们告诉我 判断你们的逻辑能力的时候到了 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不是技术 这个东西也是技术 你要会读懂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 现在市场 到底是在一些什么样的人 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股票 读不懂吗 就是北交所出来的时候 不怕意义一下 就是所谓的小票 就是会涨 为什么呢 因为多了一个证据交易所 不知会更活跃吗 哈哈哈 你这是 你这是 强行拉长关系 好吧 看一下其他人什么 什么什么说法 方蕾能够理解吗 我估计这个有点难啊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 是政府在扶持小微企业吗 政府确实在扶持小微企业 这些大票 他还有观望吧 然后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北交所成立之后 对他有多大的影响 他就只有先观望这辈 然后小票的话 他就 小票的话 他这么活跃的话 是不是想跳过去 看来大家都不太会解释啊 那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就拿一些案例 上周有一个 有一个人问我三一重工 三一重工到底属于大票还是属于小票呢 大票 我刚才说了500亿之上的属于大票 大家看一下 三一重工属于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他的总值为1883亿 那明显大于500亿嘛 那肯定是大票 对不对 大票你可以看一下 走最近走的 走的难 你说有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这个大家看得出来 好我们随便再找一只股票 我们随便再找这股票 你看一下 这个也还不行 我们随便找一点小票的股票 在半导体里面 虽然半导体整个行业是在跌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里面看一下一些小的股票 成分股 这个还不给我开 你看 现在涨的都是一些什么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240亿的股票 看到没有 在涨 240亿的股票在涨 也就是验证了我刚才说的 现在大部分在涨的股票都是小票 那么小票在涨 大票在震荡 也就代表什么呢 我们后面要会给大家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龙虎榜 龙虎榜 龙虎榜 龙虎榜我在这里就不写了 因为这里面 龙虎榜 我直接打开我们的软件里面 会给大家来讲解 这个是我们比较靠后的概念 在这里呢 跟大家先提一下 龙虎榜是什么东西呢 龙虎榜是代表了这一个股票的 我随便找这股票 随便找这股票 龙虎榜是代表这只股票的最近的 它的这个买卖成交量 这个股票还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最近都没有上榜过 看一下三星交媒 那个六国化工都上过吗 六国化工 对 对 六国化工 交媒 F4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交易龙虎榜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的 我们这个后面会专门来讲的 在龙虎榜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区分 叫油脂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一种 这个单词 我不知道油怎么写了 现在都不会写字了 油脂 油脂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单词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单词 你是听过 你肯定听过 我原来讲过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单词 好了 没听过呢 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套着一个概念 如果这个概念没听过 你后面的概念也肯定是搞不搞不懂的 油脂是代表着资金量比较小的一些庄家 在股市里面进行操盘 听懂了没有 我最简单的一句话再跟大家说清楚 油脂是代表资金量比较小 然后赚了钱就跑的一批这种 就像游击队吧 你可以理解成 游击队的庄家在里面操盘 能不能理解 那么这里面当然我要说一下 你说的这个 他的资金量小 什么叫小呢 我们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少于50个亿的 基本上都属于油脂 少于50个亿的 基本上都属于油脂 一般来说像什么北上 北上资金 机构专用 这里面正好有个机构专用 看到没有 机构专用 基本上都是上万亿 上百万 上千万 上亿的 上百亿的 这都是很正常的 要把一个股票要炒起来 你没有个几千万几个亿 根本炒不起来 所以油脂手上的钱 他并不是太多 所以他只能第一 他只能去炒一些小的股票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小小票 他的整个这个市面上发行的 也就是五百亿以内 他能够撼动 如果超过五百亿以后 他撼动不了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最近小票在涨 是因为银河热点 什么叫银河热点 下周的北交所上市 北交所其实就是专门给微小企业做的 那么油脂做现在做的这个这个板块 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 专金特金 我打出来 你看今天出了好多概念 今天出了好多概念 专金特新 这四个字 他属于一个板块 他属于一个板块 刚刚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的时间 是在今年的8月2号出来的 是在这个北交所成立 就是北交所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专金特新的这一个板块才出现 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就是说 这一批油脂正好就想抓住什么呢 正好就想抓住下周一北交所上市 这一个红利 然后再炒专金特新股票类型 然后专金特新股票类型 有一个共同点 就属于他就是他们都属于小票 听懂了吗 为什么最近小票在涨大票在震荡 就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如果要看长期行情 如果要看长期行情是涨是跌 我们到底是应该看小票呢 还是应该看大票呢 我问一下大家 大票吧 大票吧 对 大票还有种说法叫做什么 叫做权重股 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应该觉得它是主角 那么股市的上涨 其实都是由权重股拉起来的 那么最近的权重股全部是在震荡或者在下跌 纯粹是一些小票在拉动整个上涨 这种上涨是持续不了太长时间的 所以不建议最近你看了两根k线啊 虽然确实最近的上证指数走了两个k线 看起来好像很好看 但是危机重重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全部是在油资 因为油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赚了钱就跑 我跟大家说一下 油资和机构专用还有国家队还有这个还有北上资金 每一种操盘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啊 这个只能放在我们这个专门的龙虎榜里面 再跟大家来讲解 所以来说 油资说不定啊 周一肯定要涨一下啊 因为要趁热点嘛 正好北交所上市嘛 专金特新正好又属于北交所的里面的一个板块 所以来说呢 他肯定要把这一个炒一下 炒一下以后呢 赚到钱了 油资差不多赚到钱了 跑了 一跑这个股票就会下跌 这个股市就会下跌 你一进去正好炒了一个天花板 你正好就抄了个天花板 最后的结果 我相信你就变成了酒坛 你就变成了长期股东 所以来说呢 大家注意一下 最近不要去做这些股票 不要去做专金特新的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是都是短线行为 当然你要想做什么呢 你今天买明天卖 那可以就是说只做个T加1 你如果想长期持有的 不要去做啊 不要去做 那么我推荐哪些板块呢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推荐的板块呢 是策略是什么呢 可以在生物疫苗啊 生物疫苗是一个板块 不是某一个股票啊 在这里说一下 生物疫苗 生物疫苗这个板块呢 现在已经是注底了 那注意我在这里说一下 是注底了 而且呢成交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交量 成交量呢 现在已经是在输量 也就是说现在是跌无可跌了 这个我后面会教给大家怎么来看 通过这个技术分析 来看它的成交量 和它的这个庄家手上的筹码有多少 这个我会在后面跟大家来分享 啊 后面我说的是比较靠后了啊 不是说在这节课的后面啊 好 一个是生物疫苗板块 可以进行布局 这个布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布局的意思就是可以长期持有 因为已经到了一个一个阶段的一个底点啊 一个阶阶段的一个这个地板 我们在这个地板超这个点风险比较小 收益会非常大啊 这是第一 还有银行板块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银行板块 银行板块呢 这要换一个啊 银行板块 银行板块呢 现在也是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 这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的这个整个的经济低迷 然后银行的这个收益也都会下降 所以银行板块呢 现在也是在筑底 你其实如果要是懂一些技术形态的话 应该看得出来工商银行现在是在一个筑底的阶段 所以来说呢 银行板块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呢 当然你要选会选选好机会啊 首先我不是说在这里选择的给你看的工商银行 就让你进工商银行 我没有这样说啊 我说的是银行板块 但是具体时间和具体的个股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给大家分析了啊 在这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自己到咱们在群里面私下再去聊 因为在这里就太浪费时间啊 这分析个股太浪费时间了 好 还有是什么呢 证券行业 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现在已经是在一个多空分水岭了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它的压力位 这个地方基本上我觉得是要过了 所以证券板块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 进入到了一个上升上升区道 但是它这个地方如果要是突破的话 这个地方在回踩了之后 你买入是非常不错的啊 证券板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点 但是我还是在这里提醒一下 证券板块不代表我在这里给你推荐的个股 在这里你有这么多股票 还有涨也有跌的 你不要是在这里我给你推荐的是证券板块 你就跑进去就买一个证券的股票啊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证券板块是大的板块 大家要搞清楚 选股首先选看上升 先把大的搞定 上升趋势搞定 上升趋势搞定以后 我们再选好板块 板块就是把这个大的大的趋势搞定以后 在这里面进行细分 选好板块 选好板块了以后 我们在最后再落实到什么 个股啊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做股票 我就看一个股票就完了 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告诉你十有九亏 你是十有九亏的 首先分析上证指数 再来分析这个所属板块 再来分析股票后面的全充值 注意做上证股票 一定要走这样的程序 好了 这是我在推荐的第三个证券概念 其次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叫什么呢 还有一些可以短期进行交易的 叫汽车电池 汽车电池啊 新能源电池 新能源电池呢 现在 现在它在它的 大家注意一下 新能源电池 这里面呢 它现在是在一个大板块在震荡 小板块呢 小股呢 是在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像什么 中国保安啊 这都属于大公司 所以它都是在属于比亚迪 都属于大公司 三项股份都属于大公司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也属于大公司 但是它没有 它没有跌啊 我看一下 刚才看到那个叫什么 好 那么这个呢 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 在新能源电池板块 你可以去寻找一些小净值的股票 小净值的股票 然后去追它的短线 也就是拿一到两天去赚它的短线 那么这个呢 是可行的 这是新能源板块 新能源电池板块 还有什么呢 新能源汽车啊 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自己来琢磨一下 我们称之为叫抓小放大 也就是抓小股 放大股啊 大股你就别持有了啊 大股你就别持有了 你就尽量的去抓一些盘面 这个市值比较小的一些股票啊 盘面和市值比较小的股票 你比如说像这种股票 随便我们随便找一个 你看这个股票才多少 总市值才259亿 比500亿要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股票 你可以看一下 最近这个 最近这个 上证一直在跌 你可以看到这个股票一直在涨 为什么 因为它属于我刚才说的 叫什么 小票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的这个 对于这个判断吧 这个判断呢 也只是一个抛砖引力 后面呢 还会有系统的讲解啊 这个判断是一个抛砖引力 首先让大家知道 就是有一些这个市场层面的 有一些消息层面的东西 会影响我们的股价 会影响我们的股市的选择 就是我们到底要选择一些 什么样的股票啊 选择一些后面应该怎么样的去走的 一些策略等等 当然后面呢 我还会 我本来想把这个课呢 是放在这个上证指数 这个课里面去讲 但是因为是正好是上周三 有这个消息面嘛 所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来不及了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好给大家五分钟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就是你说这种小票的 我如果我在这里做的话 就是我在我加拿大这里做 也可以了 还是只是安装 我说的小票是上证的小票啊 跟这个 跟这个美国的小票不一样 美国的小票称之为叫毛股 两码是 你可以跟你爸说一下毛股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 我们到美国股票 那个板块的时候再来讲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一个问题就上课一直在说这个震荡 震荡 这个震荡该怎么看啊 好震荡 我现在有点累了 那个 来 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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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来 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震荡 我稍微休息一下 喝口水 你来分享屏幕 我来啊 阿奖 阿奖 我们可以看到江总桌面上的小屏幕了 看什么是桌面 看什么是桌面 那个 就是在一个空间区间范围内 上下浮动 上下走 就是这样上下走 就算上试为震荡 就算上试为震荡 大概来说详细一样老说了以后跟你们讲了 就是像这个区域端 看到了吗 四个小时的周期里面 能看见屏幕吗 可以 可以 就是四个小时的周期里面 就是你看就是随便找的 就像这种 这种属于一个震荡 就是在一个区间 特定的区间范围内 好了 这走上下这种幅度这种 就算上试为震荡 震荡一般是会持续多久 这个 看 这个 不确定 这个 跟多久没有关系 这个看跟破位有关系 那我要怎么判断出来 像这种 像这种 这个跟简单找一个吧 像这种简单呢 跟这种 像这种破位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大阳线破位了之后 然后才会走出来一段 一段趋势 能懂吗 然后你看这个区间 这个地方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和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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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区间 之后下穿 下穿这个 这个震荡区间之后 才会走出来一段趋势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特定的区间范围内 完了 走上走下 走上走下 就成为震荡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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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趋势是什么 趋势 趋势 这个 我就会你们讲了 等老肉以后跟你讲 老肉用你们讲震荡 我就说震荡就行 好看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哦对了 不是说要讨论一下上课 时间发到手 今天 所以是什么情况 那个等会结束的 我先来走 嗯 啊 喂 今天都是一些这个 概念性的内容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有没有觉得这个概念性的内容 非常枯燥 然后 希望以后就不要讲概念性内容 好大家可以说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哎 你又做不了上证股票 你有什么挺好的 你当故事听什么 就 不是啊 就听一些长软件事 好吧 你是当故事听了 其他 其他人呢 你今天这么讲一下 我感觉我能想去做 上证 上证不如做美 你要做上证 上证股票 你不如做美股啊 我后面有专门来给你分析 怎么来选美股的 你在加拿大做美股 不比做上证要舒服啊 知道是 哦杨昊说他这边有点卡 其他参与者呢 说一下你们的感受 这节课我基本上讲不动了 现在 啪啦啪啦讲两个多小时 有点讲不动了 然后这节课咱们就到了这里吧 然后后面还有几个议题 上课时间 上课时间太少 如果按咱们现在这个上课进度的话 上半年的上不完 所以跟大家再讨论出一个上课时间出来 嗯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就这吧上课时间 还有就是你们对于就是像这种消息面的一些 你们是觉得以后想多听一些这种消息面的一些这种 这种东西呢还是想多听一些技术面的东西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说实话我两方面都想听 我更想听一些技术 对啊你肯定想技术啊 因为这个消息对你没用啊 都想听那其他的呢 其他参与者来都表个态了 然后再咱们再把时间确定一下 我觉得两方面对我来说都有用 听了都挺挺想听的 你是当故事在听吗姐姐 没有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听起来好像是故事啊 但是大家一定要找到里面的逻辑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讲的时候不停的在问你们 其实我就是想激发什么呢 我就是想激发你们自己看到这个报表以后的一些思考 你不是说我今天给你解答完了 OK 你下11月份你又看不懂了 OK你又你又是一堆了酱糊 那你就没意义了 我要给你们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你们要按照一种什么逻辑去解读这个报表 而不是说看完就完了啊 结束了 我知道了 就完了 那比如说下个月的CPI是涨 那对于我们做上证有什么有利的或者有什么不利的呢 我们都要搞清楚 不是要把它当故事听啊 大家注意千万不要把它当故事听 你当故事听你就别来了 你直接去听郭德纲的故事就行了嘛 你何必跑过来听我的呢 对不对 所以来说一定要搞清楚里面的逻辑关系和存在的合理性 然后我们找到它里面的关键点 然后去布局去做股票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不要去当故事听 大家明白了吗 那时间是怎么定的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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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么说 星期二的晚上有时间吗 9点半到10点半 有 有 星期二和星期四呢 有 好 那我们现在暂定星期二也来一趟吧 好吧 星期四呢 星期四先把星期二先上了 因为我先要确定一下 好 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后面还是 你9点半也就只剩10分钟了 来交流一下 看大家有些什么问题 比如说股票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股票的一些消息面 所以这些股票的消息面 对于大家有些什么触动 我也想听一下 就听完了今天这个东西以后 对你以后看一些报表 政府报告的解读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大家可以说一下 其实想问一个问题 就这个通货膨胀 是不是大范围的通货膨胀都会对股市上升有一定的影响 对是的 因为货币贬值了 就会导致非货币品种会增值 有道理 有道理吧 有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像我这种北美的话 它能像这样随便成立交易所吗 随便成立交易所 交易所现在只在北美只有两个 在美国只有两个 我不是说 我就说这种正交所 就不是说北京 就成立 这个成立不了 不过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搞 就是私募的对冲盘 可以做 你可以做这个对冲盘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就是在讲这个 叫华尔街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有一个人他想做一个对 他想做一个交易所 但是他做这个交易所呢 他现在只有一种货币 然后这个货 他现在只有一种商品 他把想办 他这个房 我想起来 他是做了什么 他是做了个房产 他想把这个房产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 但这个房产在市面上是没有类似于像交易所一样的这种方式进行交易的 所以他找到华尔街找到华尔街以后呢 他要找到一个对冲 才能把他这一个 把他这个东西 把他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交易 你懂吗 好 对冲的概念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解释了 这一解释又是一大片 就是说大概我 简单说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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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华尔街之狼 是另外一个电子 可以的话能简单说吗 不能简单说 非常复杂 简单的用两句话来总结就是 一个货币它具有商品属性 必须要有既有可交易性和等价价 好还是以后再讲吧 是明天这时候有课是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了 没问题 我们我们拜拜了 对不是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元宇宙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如果做失败了 就是短期内做失败 是不是就是这个股票 会导致大跌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在中国曾经发生过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17年的时候 不是17年16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概念叫增强现实 你们听说过吗 听过 增强现实也是从美国搞过来的 就是用个手机戴个眼镜 就可以看到现实中不存在的一些东西 称之为叫增强现实 当时有很多的一些股票 就是在炒这个概念 然后炒着炒着 这些股票就没影子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到底还开过这个课 你说 你们还开过这个课 纯粹是骗子好吧 增强现实纯粹是个骗子好吧 现在还有人在说这玩意吗 没有了 我们上完之后 17年就再也没听到这个话题 对吧 就是个骗子 所以我说这个元宇宙 你们也不要参与嘛 就是骗子嘛 说不定哪天就散崩了 说不定哪天就散崩下去了 你听说那个尼古拉卡车那个事情吗 就是美国的 什么事情 就是他这也是一个生 他是说好像是生产什么电动的货车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个骗子 好 这个不在咱 你可以当故事来跟大家讲 咱不在咱们这个股票的讨论范围内 咱们现在要为了股票外汇这些东西来讨论 不是让你在这里聊天 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你说不是有些公司 它就是趁热度嘛 就是故意把自己的公司挂 跟元宇宙挂钩 那如果元宇宙真的没成功 它会影响到这些公司吗 没有影响啊 有什么影响吗 它原来公司从30倍炒到了70 然后元宇宙爆了以后 它无非就回到30倍 就这个意思 那不是也是影响挺大的 但是它的价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股票的价值本来就30 它被炒到了70 为什么我说用到的是炒 那如果以后有同样的 比较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也可以去买他们的股票 就是买这些炒作公司的 炒短线 这玩意儿你就炒短线就行了 长期持有还是很危险的 是 好 还有什么 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 周期指数 股票里面周期指数 什么MA5 那个玩意儿 MA10 那怎么看 那个叫均线 我后面会单独讲的 你不用急 他说的是这个玩意儿 他说的是这个 均线 我开始在评论里面还跟他们说过这个事 他们开始就是有人问我们 是谁问我来的 就这个东西 还是 还是 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这个东西叫均线 这个我会在后面技术课上面单独来讲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就下课 好嘞 好 那就下课 上完我都不想睡觉了 还有一个凌晨 你现在是5点钟了 5点钟 6点了 6点 你还有两个小时要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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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我今天睡睡觉可能还不超过三个小时 我不忍得 大家再说一下 这位小哥是在温哥华 我们的8点8点半上课的时候 对于他来说是凌晨4点半 早上的凌晨4点半 连他都跑过来听课 大家没有理由不来 在这里再说一下 他都跑过来听课 你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来听课 对不对 你看他多拼了 老周有 老周有录品吗 没有 我们的课不在录屏啊 听完了 过了就过了 以前不是我看你还发了两个录音 没了 那是两个对外公开的 现在没了 哦